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0年的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和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 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 抗美援朝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百废待兴 为什么会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呢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片 这张照片是当时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越过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时 所拍摄的 而这一幕发生的时间 刚好是1950年的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第一个国庆 也正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的这一举动 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下定决心出兵朝鲜 抗美援朝 可为什么联合国军 一越过三八线 刚刚结束国内解放战争 不久的新中国就坚决派出 志愿军抗美援朝呢 而且对手还是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们跨越了一道 地理意义上的纬度线吗 这条北纬38度的纬度线 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在亚洲大陆的东北部 有一条与中国接壤的狭长半岛 这就是被分为南半部和北半部的朝鲜 历史上的朝鲜曾经是一个国家 二战结束时 被接受日本占领军投降的美国和苏联 沿着北纬38度线一化为澳 后来成为了两个国家 半十世纪中叶 一场突然爆发的危机 降临在这个与主国为邻的半岛 在战争的决斗场上 自古以来 世界上的军人都用刀剑的锐利 来形容自己的豪气与战斗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在太平洋战场上所向披靡的 美国著名战将迈克阿瑟 曾以娇人的战绩 把自己快速而锋利的军刀绰号的含义 发挥得淋漓尽致 现在 他又在朝鲜半岛上亮出了自己 曾震撼世界的战斗 1950年新年刚过 一趟趟军用列车从广西北上 车上乘坐的 是刚刚结束西南战役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官兵 他们带着慢身的硝烟 从广西北上调放河南 两个月前 他们听到了为之奋斗了多年的 新中国常立的心绪 每个人都由此成为 中国大陆解放战争胜利者中的意愿 在河南信仰地区整修期间 这些军人们接到一个新的任务 开荒生产和运输粮食 这似乎告诉他们 手中的剑 从此将要被筑成耕地的梨花了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打了从抗日战争开始打到现在了 这回咱们得修正一下了 这是现在呢 从我们军队的三大任务中间来说 国内的战争基本结束了 我们需要赶赶忍若 此时地处东南沿海的大都市上海 正在闹凉荒 刚刚被打出这座城市的国民党军扬言 困死大上海了 共产党打仗可以经济不行 8月15日他们将要打回来吃月饼 每名战士的任务 由消灭敌人的数量 变成了上交粮食的数量 那个时候是不准备打仗 准备搞生产 河南的粮食运不出去 团年就是读着 每个粮买一些小推车给它原谅 买小毛驴什么小推车 原谅往车站上运 当年度过粮荒的上海居民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每天粮店里远远不断地 用来平衡物价的救命粮 其中有一部分 是这些年轻的士兵 用肩膀和独轮车运来的 部队的枪炮开始集中保管 战争似乎一夜之间 就变得十分遥远了 和平终于降临 历史上暴经战乱的中国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靠神才学来的 把灯都被救忘了 嗯 为什么呢 罗马都变成脱子 脱子耳朵的用来 给退去了 啊 啊 神山那个 做工夫的铁锹啊 阳朵都挖地了 啊 啊 罗马就是 那些 那个 这套那个那个 啊 啊 这套这套都都都都都都不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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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说 该发个老婆了 如同世界各国一样 战后庞大的军队 开始精简复原 这些流过血 挥过汗 撒过泪的老兵 该回家了 老兵是真打狗了这招式 那那那那 那那 那那那 那么又回来了 东北人 打到 那么 灾难关 又回来 好容易回到家 想打仗打完了 那都想回家看一看 1950年6月25日凌晨 朝鲜内战爆发了 第二天 美国驻远东海陆工军 迅速参战 迅速参战 6月27日 美国宣布 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刀断台湾 刀断台湾 刀断台湾与大陆 致使大陆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间 6月28日 愤怒的毛泽东发表声明 全世界各国的事情 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7月7日 联合国安理会 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 通过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 并组成联合国军 美国任命正在日本东京的 驻远东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这位声称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 是了如执掌的将军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至此 美国就接受了共产主义 在朝鲜决斗的挑战 他又抽出了拿手的战刀 而在这位绰号快速而锋利的 军刀将领的军事生涯中 几乎每次利刃出鞘 都会给他带来新的荣耀 中国以焦虑的目光注视着禁林 正被战火席卷的三千里江山 就是8月份的时候 这个中国党 中国政府 中国的总参谋部 都在研究朝鲜战争的 可动的发展 因为前面人民军和美国和李承晚 已经对峙在这个 僵持在这个洛东江 就是朝鲜半岛那个东南一个角 7月13日 中央军委做出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38军迅速收拢部队 奔赴东北 组建东北边防军 9月15日 麦卡斯指挥7万多兵力 冒险在仁川港一群登陆 切断了正在朝鲜半岛南端 围攻釜山防御圈的朝鲜人民军退路 战场形式 瞬间逆转 这是一场之前被麦卡斯称之文明 五千比一的赌鲜 他曾对那些认为选择在仁川登陆 是疯狂自杀的将领们说 下五个美元的赌注 我就有机会赢得五万美元 他声称 敌人不投降 我就视为整个朝鲜 是向我们的军事行动敞开着呢 麦卡斯的战导 又一次闪烁出逼人的冷冷汗光 当年 《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摄影中断言 美国在完成了对朝鲜的侵略以后 那时他就能把匕首戳进中国的巡团 当时中国不想同美国对抗 那么到了仁川登陆之后 我们希望他能够不要过三八线 回复战前状态 能够停下来 那么这样的这个战争就解决了 就不至于扩大了 可是呢 我们多次的警告之后 他还是过了三八线 而且过了三八线 直接向亚德江推进 哇 那个气势很凶的了 9月30日 周恩来在庆祝首届国庆节的活动上 发表谈话 仅跟庆祝贺词的是严重的警告 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 也不能听任美帝国主义 对自己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 这个刚刚一岁的新国家 让华盛顿不以为然 参谋长联系会议电告麦塔斯 在你今后采取行动的过程中 没有必要再做解释和声明 一切服从作战需要 10月1日 正当中共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庆祝建国一周年节日的时候 空中的东京广播电台电播 正在播出麦克阿瑟 向北朝鲜军队的统帅 今日成发出的投降敦促书 从9月30日开始 大批南朝鲜军队 已陆续越过三发线 进入北朝鲜 在战场上 站了上风的南朝鲜总统 李承晚和他的将领们都在说 这条线只是地图上的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10月2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的 在朝鲜停火和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建议 同样无人理睬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 印度驻中国大使 贾瓦拉姆潘尼加 被周恩来叫醒 召进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 告诉了潘尼加 就等于告诉了美国人 因为那时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 已经断绝了一切联系 这位大使 记住了那晚中国总理说的话中最关键的一句 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 中国将被迫干预 果然 中国人发出的信息很快送到了美国国务卿 艾奇逊的耳边 但他却信不过那位印度大使 反而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虚张声势 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官员当天就说 我相信中国是不愿被隧舵戏割的 显然 中国对美国的警告 因华盛顿对自己军事力量的高度自信 而当作了耳旁风 政论家詹姆士·雷士顿 在描写华盛顿对警告的反应时写道 尽管共和党确信 中共总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吩咐行事 但叫毛泽东自杀 总是要犹豫一番的 这回美国人真的失算了 就在这一天 毛泽东已经下定了派军队支援北朝鲜的决心 熟悉二战历史的人 可能都知道他 就是照片当中左边这位 这位喜欢叼着玉米心烟斗 总戴着一个大黑墨镜的人 就是美国著名的将军麦克阿瑟 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 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位将军 他被誉为是快速而锋利的一把战刀 但是麦克阿瑟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把战刀将会被一个人折断 您往照片右边看 这位就是被毛泽东誉为 谁敢横刀利马 为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 当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尤其是当他获悉中朝边境形势危机的消息后 他想到的第一个率兵出征的人选 就是彭德怀 可是此时此刻 交恨的麦克阿瑟 对于这位即将折断自己战刀的彭德怀是一无所知 他也完全不想去关心 因为自负的麦克阿瑟 从来就没有把中国当成过对手 他坚信中国不可能出兵 而且麦克阿瑟从来就不怀疑自己的判断 这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但却声称自己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了如指掌一样 从一踏上朝鲜战场的那一刻起 麦克阿瑟就异常的兴奋 他甚至扬言 会在1950年的11月底感恩节之前结束战斗 让士兵们都回家过节 但是随着彭德怀的出场 麦克阿瑟回家过节的愿望即将成为 10月3日 一个化名张一渡的人 被周恩来派飞机接到北京 此人的真实身份 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 人民军自率朴一宇 他携带着金日成和朝鲜内阁副首相 兼外相朴献永写给新中国的求援信 要当面称递给毛泽东 10月4日 一架专机从中国西部的西安机场起飞 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 接到了紧急返京开会的通知 以为是讨论战后建设问题的他 带着三连经济恢复规划上了飞机 对自己即将成为正在朝鲜战场上 风光无限的迈克阿瑟的对手 毫不知情 他都不认他之后他可以成机会 他可以去过来之后 他就困住他一年一年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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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这个人来的 困住了 这个 所以中国呢 有点疲惫 参加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是看了个情况 你不打不醒了 总算是我 我以为这个是 冰坛的一点 没有在这上面 比如说的都是 上面一切不完全一致 对这些话的时候都不 怎么对外的不好一样的 那上面 马国西啊 那是不 他当地人的国西啊 他有军委的国西啊 军委的国西啊 军委的国西啊 他在民国启政机啊 军委的国西啊 他有最 最大的权力啊 可启政到有国人啊 所以这个这个 马国西协论是贵的 这个人呢 非打不空 事业有困难 他说我们呢 要克服我们呢 要打下去 而且 有消息 10月7日 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 也越过了3% 第二天 美第八级团军司令 沃尔顿沃克中将 向东京报告 向平让的进攻 已经开始 但是 兴奋的麦克阿瑟 再次向金日常发出 投降的通言 但此时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外交官 已经通知朝鲜政府 中国政府决定 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 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覆朝作战 从一号送给中国求援信后 已经等待了8天的金日程 特地打开了一瓶葡萄酒 与通知他的中国大使一同干杯 美国学者战后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 本来在仁川登陆前 观察家们相信 中国有军事能力帮助北朝鲜取胜 但仁川登陆的辉煌胜利 彻底改变了之前 美国对中共军队 对抗联合国军队军事效力的估计 华盛顿和军方上线都认为 如果北京此时出手 按照中国的一句谚语 已经是黄花菜都凉了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10月9日发了麦卡瑟将军的一个指示 今后万一在朝鲜任何地方 未经事先宣告 就公开的或隐蔽的出现大国的中共部队 只要依你的判断 用你控制下的兵力的战斗行动 能提供成功的合力希望时 你就应当继续这个战斗行动 即将出发的中国志愿军部队 开始了紧张的准备 一听说美国要侵占 从雅禄江要快过雅禄江了 要占领到这个盛阳来过世难解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种回事 开始有点怀疑 那个时候就是动员 那个时候就是动员 县支部啊这个班长啊都开会动员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抗民员 朝报家为国 这这这鸭禄江变 地人已经到了鸭禄江了 你回家干什么的 说这个对比 做工作 那个时候暂时也是不想打 确实是这个朝鲜战争啊 比打国民党啊代价大 所以这个思想在这个土地里面建议一个呢 这个海 啊 这个是叫做那个害怕 恐美 恐美 恐美的东西 对 所以当时就要去这三个吧 要撇视吧 蔑视吧 军视吧 就要蔑视他 蔑视他 蔑视他 你这种思想的时候 你就 勇气不出来啊 嗯 所以咱里的事啊就是 通过在案里 反复的教育 这个说明 他的用的在哪里 我们的从事在哪里 我们可以打算他 就在麦克阿瑟再次向北朝鲜 发出投降通牒的时候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令 彭德怀将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得到前往苏联协商出兵问题的周恩来传回代 斯大连拒绝提供空军掩护的失望信息 他依然在这份命令的最后断言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与我们有利 与侵略者不利 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 善于团结当地人民 善于和侵略者作战 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毕竟是要和世界上第一强国的军队作战 人们还是要点亮自己手中的家伙 许多即将出动的军人们被告知 他们将拥有飞机大炮和坦克 再也不是土八路蹲山沟的时代了 当时我记得是苏联可能已经答应 出空军支持我们 说当时我们的副主任吧 军队政治部的副主任 给机关干部动员 说没什么了不得的 他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当时大家就更有信心了 是不是啊 如果咱们有飞机有大炮 那他美国并不行 都不在乎 不久他们就知道了 要想这些都成为现实 是需要时间的 当时他们手中的武器 基本上都是从战场上 缴获而来的美式或日式装备 品种型号繁杂 所需弹药五花八门 一个营武器弹药的补给 就可以把军需官们弄得晕头转向 所以就想换装之后 就是从苏联买了一瓶武器之后 换装了之后再出兵 但是战争的这个推演呢 情况急剧的变坏 不可能 来不及 来不及 所以就仓促了这个过程 联军的迅速向北挺进 使北朝鲜方面意识到 形势已经极其严峻 金日成在鸦鲁江边建立的新首都 向全军发布了严厉的命令 我们一切军官被出现的新情况下得惊慌实错 擅自丢弃武器放弃阵地 现在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 一步也不能再退了 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号召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等每一寸土地 战场群情如火 10月17日 迈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 改变原地东西两线联军会合于平壤 元山朝鲜封腰部的计划 全速向北推进 目标是中朝边境的鸦鲁江 联军向被包围的平壤发起了强攻 冲在最前面的南朝鲜军第一师师长白善业 对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说 我的战术就是一直向前 我们现在可以像巴顿将军那样进攻了 也是这一天 在北京的中南海里 毛泽东正在为出征战将彭德怀壮行的家宴上 举起酒杯 他曾经写诗赞扬这位战将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现在又到横刀立马的时候了 此时从麦克阿瑟到每一名美军士兵 没有一个人意识到 一场同更强大的对手 红色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临危受命的彭德怀 能敌得过麦克阿瑟手中的那把百战锻造的军刀吗 担任志愿军总预备队的三十八军 突然接到了改为突击队 迅速开赴朝鲜的作战命令 部队下令全部勤装 在1140 340团一连任排长的高润田 将自己的一些私人物品裹成一个小包 埋在了开原城郊的古塔旁 他是相信自己会从战场上活着归来 在1130任副市长的刘海青 虽然把药携带的物品都尽量减少了 但还是把一个笔记本装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他要在这个本子上记下自己第一次出国作战的经历 1950年10月12日 一份标志为四个A的紧急绝密电报 被机要部门送错了单位 电报中的内容 正是即将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 出发时间 路线 方式 和在朝鲜战区的集结位置 一旦泄密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后警察时有惊无险 还是让负责领导十分恼火 数十万人的志愿军 从各个驻地陆续开始出动了 踏上出国作战争承的美名军人 之前都举行了宣誓 在誓词第一句写着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 1950年的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和主力兵团 一起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当时毛泽东的要求是 一切都要秘密进行 不能让联军发现 可是志愿军的先头部队有25万人 这么多人过江 怎么过才能不被联军发现呢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跨过鸭绿江后 第一次会面的彭德怀和金日成 差一点就成为了麦克阿瑟最大的收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断刀》 朝鲜战场大逆转之 刀声震荡 下集 1950年的10月21日 彭德怀和金日成终于会面了 地点呢是在鸭绿江口的一个名叫大洞的小村庄 其实早在两天之前 10月19号 彭德怀就先于志愿军大部队前面抵达了朝鲜 当时他就带了一位参谋 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 世界上恐怕除了彭德怀 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总指挥 可以在战争开始之前 先于士兵抵达变幻莫测的战场吧 而这时候的平壤已经失守 金日成苦苦等待 终于等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所以当金日成见到彭德怀的时候 非常的激动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俩人的这次会面 差点就使两个人成为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最大的收获 这些木桩是六十年前一场大规模战争留下来的遗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 他们曾承载着千军万骂的通过 当时中朝两国在鸭鲁江上有安东、长殿河口、吉安三座铁路桥连接战火分飞的朝鲜 1950年10月 中国志愿大军出动时 命令要求力争在两至三个晚上 将25万大军渡过鸭鲁江 而且还不能让对手发现 每天入夜后 工兵部队都在长殿河口和吉安 反复进行架设和拆除浮桥的演练 这些桥成为连接战场的大动脉 为了保证能够突然袭击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人民志愿军复朝作战行动是严格保密的 并非像有些电影上所表现的锣鼓喧天的欢送场面 毛泽东下令 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 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 禁止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 我各部派遣远处置侦察队 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 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建议迷惑敌人 在那里干什么呢 盖装 换墙 用日本救救式 装备的武器是日本吃的 服装是穿朝鲜衣服 朝鲜人民军的那个戴着红杠的 我们都穿女子服戴着红杠 这个所有的这个监防军 这个一切标记啊 身上都不能带 什么本啊 也是什么皮 都不能带 这个时候啊 他告诉我准备入朝 那就十月份了 嗯 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感觉 你这个朝鲜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没去过 十九号就开始过朝鲜 当时过江的时候 也不敢过这个江桥 加州江桥 我们都从上面的衣服做上去 那是要处其不义啊 要秘密啊 要保密啊 那个时候的这个 要死地人属性不发交这些东西 此时 往来与志愿军各级指挥机关的电报 都透着刑事的十万货集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日 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和正伟流行员 率领有关人员 首先跨过大陆江 随后军属一一二一三一四十 分别从吉安陆续过江 开赴集结地域 当时我记得过江的时候 是老百姓开着车 从地方请来的司机 一扯一扯地过 为什么一扯一扯地过呢 我们的战士啊 没有上过那么高的桥 从桥上过他不敢走 一上一发动这个 就好像就不听话了就 就飞到这个司机 这个地方这个司机啊 一趟一趟一趟地往那搬 我们是做火车军 在建设上 上海以后 也说都 是现代武器 那时候都被 武兵骂 工具上都骂他的 就好像移民军的一个火车 火车头 他对火车 那个洞尔毙的 他怕一几大便 就撞了 一撞了我也那个老 我刺驾 我刺驾 后边的鸡刨来的 刺驾上掉毁了 妈 妖子断蛋了 对那儿瞎得起了 瞎得起 你就和哪里联系不上 就弹了就都联系不上 当时这个武兵军呢 一共是四万两千多人 齐庄满园 我记得那时候咱们的汽车 也就是一百的辆 马车两千多辆 你看都用马车呢 基本上都 咱们的时候不要说几节话 摩托话都不用 所以我就讲 不是那个朝鲜战争开始 以后也是那样的 不是对等的战争 就在中国官兵的双脚 刚刚踏上朝鲜国土的这一天 联军攻占了北朝鲜的首都 平壤 第二天 联军即在平壤以北的宿川和顺川 实施大规模空架 意图截断正在向北撤退的 北朝鲜政府和军队的退路 善于吸引媒体烟球的迈克阿瑟 承坐着自己的专机 盟军最高司令号和散兵一起飞行 此时在他眼里 已经完全一边挡的战士 如同好莱坞流光溢彩夸张的舞台 兴奋的他在空中大喊大叫 兔崽子们快往下跳 不然我要踢你们的屁股 平壤失守后 形势更加危急 就连战争一开始 非常乐观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都已经灰心了 他把自己的估计告诉了中国同志 北朝鲜只能在中国东北 建立流亡政府了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 平壤是敌人的首都 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 他预言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在美军空降兵漫天飘舞的时候 金日成在鸭绿江口附近的小村庄大洞 见到了首先孤车进入朝鲜战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得知中国已经派遣志愿军入朝 目前正在开进朝鲜的有26万人 彭德怀特别指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中国自己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才顺利 国家的问题是千双百坑的 江家是个烂摊子 我们哪个时候结束这样的问题 就是如何的恢复这个贪图 变成这个这个管家的问题 他是哪个时候要承担这个正正的责任 说来说去的 是不容易地说去 其实彭德怀已经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困难 他在给毛泽东发挥的入朝第一封电报中写道 前面情况很混乱 有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 当时身边仅有一个参谋 一个司机和两个警卫员的彭德怀 差一点就成为对手麦克阿瑟 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收获 18年后的1968年 他在被监禁受审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与金日成会谈时 问了当前敌琴 金达 还在德川附近 离此约二百里 其实敌军异常交恨 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敌仙头部队由德川经西川 窜到我与金会坛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桂木洞 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面去了 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 急与该敌遭遇 我与金日成幸免被俘 1130副市长刘海青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抗美援朝震中日记的第一页 其中主要是对在异国环境下作战的声书 真别扭 说话不通 很多事情都得希望群众帮助 就是说不懂 是困难极了 然而 他和所有的志愿军官兵很快就意识到了 向这些中国军人接踵而来的 是远比预言要严重不知多少倍的难题与考验 中国军人一过江 就立刻陷入朝鲜半岛漫天的战火之中 在战前动员时 许多战士说 只要毛主席给飞机美国咱包达 但从苏联人那里扰飞机的西班乱攻 初期的志愿军成了一支 在现代立体战场上 对自己头顶上至关重要的天空 完全无法设防的军队 那个时候地人的这个飞机 特别嚣张 特别那个F-84 说油条子 那真是踢着那个手头走 咱们那个时候有点怕 我们那个时候在那吃吃吃饭 刚一卖出去 一个重磅40磅的那个炸弹 哗一下就打下来 整个的这个半边街 就是这个半边墙和这个院子 全部是灰土墨金 那还是厉害的很呢 坑 有一仗都说 F-84喷气式战斗轰炸机 绰号雷电 被联合国军大量使用于朝鲜战场 这种飞机可以飞得很低 所以飞行员的炸弹也就投放得非常精准 这可就害苦了志愿军战士 刚一到朝鲜就被炸蒙了 白天根本就没法行动 满天飞的全是这种轰炸机 非常的嚣张 轮番轰炸 在当时志愿军开玩笑说 联军的飞机比查户口的还积极 可是没有办法 面对联军每天飞机的这种狂轰滥炸 志愿军没有反击的能力 更夸张的说 有的志愿军战士说话都不敢大声说 因为怕天上的飞机听到 因为那些飞机飞得实在是太低了 都是贴着竖头飞 面对联军飞机的疯狂轰炸 志愿军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天空被煤军飞机毒霸 地面上任何移动物体 都有可能成为飞行员攻击的目标 正在紧急赶往西传路上的刘海青 在出国第二天的日记里感慨 到朝鲜第一次看到美国的飞机 扫射轰炸弄得我们头上过来过去 炸弹全部头的离我们只有百米处 西川是彭德怀为他们这支部队 我在移应那时候上了西川 我在移应那时候上了西川 我就赶世间一到了曼谱 移应就上汽车 那时候汽车三段 上了汽车 想赶什么呢 赶世间抢到西川 人工表示 此时天上的美军飞机 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 我记得当时最好的是六管排炮 可能是苏联给咱们的 是直接给的 一辱潮就打光了 大概是六台几台 全让飞机打走了 打完了 没用上 它根本就哪里都不知道暗量 但是有一条子 它用的武器是高度现代化的 所有的是看家奔铃都用上了 它的飞机在朝鲜底心里边 那是畏硕于畏 咱们在山头上 飞机在底下看你 这人飞在底子 是这么看的 就是弯在头看 我们在底下都看 它歪的头看 人我们都看紧了 一会儿我这么看 一会儿我这么看 正看都看不到 看不到下的 这都歪的头这么 歪这么一百磅 这么一百磅 除了噪射以外 丢那个汽油弹 那个汽油弹 扔下来以后 离我也就是五十米左右 我们俩躲了一个小树 底下 结果我就抬头看 我抬头看 我就看那个飞机上 那个窗户看着有人 我那个江湾 他说你别看他 你那小白脸 看着他看见你了 所以我们这个质工学没有啊 那吃老亏了 一个北朝鞋到他 每天几百架飞机出动 这飞机都从早上出来到晚上走 他不想过去打公民男子 来一趟飞机 三架两架 呼呼呼打一架走 不 我这一家飞机 或者这个地区 一天到晚我就是转 所以你白天一些活动 你活动不了 所以那时候 咱们没有没有高炮 更没有飞机 那时候不是有个 大家都开玩笑吗 所以用了擦虎口来 为什么擦虎口 人家踢着你那个山沟水 人家村里面 怎么会这么说 擦虎口踢脑袋 大家肚子弯吗 据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志回忆 美军飞行员大部分 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 经验丰富 飞行技术好 晚上 你就是在小窗洞里 露出一点蜡烛的微弱亮光 都有可能招来他们 把机关炮弹准确射进窗口 面对来自天空的致命威胁 志愿军指战员 初期只有被动的防空躲避 由于单击暴露目标 当时有严格的战场纪律 严谨向第一级射击 这是咱们过去结束的 就是解放战争 美国G166的飞机和马 超线多了 身体谁能发毛子 当时我们发电报都不要发 怕飞机车去 他就在全体一边飞 不开火开始 去就拿步枪都能打飞 有命令不要随便地用步枪 用机枪打飞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还是保密状态 保密状态 当时人民军处于拼命 往北边跑的 往亚鲁烟马走的 是这么个状况 不让打 当时我们又没条件打 因为说我们又要往前走 不是在那儿固守 是那么个状况 当时对飞机作战了解不多的一些志愿军部队 不仅规定不许大声说话 怕被天上的美军飞机听见 戴眼镜的要摘下来 眼镜反光 飞机能看见 甚至 像金牙的不许张嘴的命令 都在战场上传达 你地面观察人家那个 也有很大改静 你那个隐蔽什么 你一看就知道 那么火的那边 人家过去咱们飞机 顶到一个炮 小炮 或者什么啥的 人家的是火箭弹 飞机就是 哇哇哇 打你的话都是火箭弹 鸡 鸡 轮他妈去油弹 去油弹 连组 一种是这个去油流 一拉一大片 火箭火 找 还有的 轮下来以后 搅和那个 一半的一半的 搅和那个油 就和他妈的那个 往生的油一次 找了 慢慢找 不是一下找了 你还去油弹找了以后 用火烧烧烧烧烧完 我在这个玩要會 然后这个玩沸上 他那个汽油弹很厉害的 你在地上打滚 Có水里边 它照样找 有的人那个脸烧的 根本都不行了 有一个到团队干部脸上 都全烧了 回来不是个人样了 看也也拐渴 怪 心里拐咯咚一下 刚过降的志愿军官兵 把山渡和火车隧道 当作最安全的地方 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才进入朝鲜战场的 38军1120指挥所 在瓦洞的山洞内 遭遇了一场大灾难 瓦洞 我是从瓦洞出来的 这是讲条命 瓦洞是怎么个事的 它不是提露山洞 而是宽散的这么个洞 宽度也就三米八 高的也就两米多 这个洞子里边的 现在看起来就是 你这个领导来说 就是触发这个 看着过去打过分担 那个山洞一隐蔽 那个什么来个青山 那个树该那么一放 你根本不行 这个洞子也就是 也就三四十米这么长 结果里边的实证后 后部的人都隐蔽到这个里边 一些卫生署 还有泡兵 一些机关 它最糟糕什么东西的 这头啊 后庆帮他妈一个总卡 一个吉普车 也开到这个洞里边来了 这个口上了 那个大车里拿到我们的心里 在外边这个地里边啊 隐蔽的那个树该啊 那么一大 他说没想 我没想象 那高气盖上就没事了 因为他飞的特别低 另外一种叫油条子 那叫F86吧 他飞的六个高一些 六个高一些呢 他这个 主要是八点儿 咱们这个时下走路回来 人家那个飞机啊 早不是解放站着那个飞机了 他的性能和他的观察 观察的条件已经很大提高了 你有什么动静人家早发现了 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前方有沙缘啊 一会儿抬起一个来 一会儿抬起一个来 天明呢 那他不发现吗 他事先就 就准备好了 两边这个堵着打 一边四个飞机 你看 这个落下来 那个再打 这个再打 反正第一个 又返回去这么 这么反复打 谁都没有料到 美军飞行员熟练钻山沟的超地空飞行 远远飞来 接近瞄准 临近发射机关炮和红尖弹 打进洞中很远 精灯 最早就在那边里把汽车打着了 把这个棕卡或者机骨打着了 这些坏了 这一轴都一冒烟 人们他妈猫了 按说你打着你敢把他推外边弯了吗 都他妈猫了 这一轴 这个烟 这个气 这个肥 人这个乱 坏了 这一乱啊 这个烟也熊 这些人的这个 就按我们这个抛 那个山兵还在那坦着 被击中的1120指挥所 造成232人牺牲的重大伤亡 正在那里指挥的副军长江雍辉 也差一点遇难 在那里指挥军长江雍辉 那个山岩啊 谁才出来 尤其是贵的时候 富山的青山岩也一直出来那么几个 出来以后啊 旁边还有山啊 大家就封散到山里边 结果下午下来才大雨 我们下完大雨 所以我们进那个洞里边 那死受一个一个炮着 所以这个损失太大 不是人多少 而是弦单一部分干不 你想想死了那么多人 这些家属不就忙了吗 梁阿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 家属的工作你一定做好 我叫我母亲半夜 给他那孩子擀棉袄擀棉被 要不然他就跟那个十一二月份了 他把孩子放到外头 他不要了 我们那时候也没钱啊 你老棉衣棉裤 我们一个劲的给他 也只有这个办法 梁思琳言说 这是整个的部队影响情绪问题 要把它做好 这战争刚刚的开始 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有的你看朝鑫以后吸尚量 他生点什么东西 给家里边寄回去 告诉他吸尚量或什么的 有时候就没有那个玩意儿 来不及 那时候咱们呀脑子里边不重视 你看像现在几个人 我的天 这个棺材那个点心 这个开会 哪那么多事的 刚才那个挖洞 我们就最后开了个追悼会 简单的那么个划圈 实战一件话 有的哭的鼻子弯弯的 完了 那战争都是战争的 所以毛泽东一家 也埋好历史的尸体 擦干身上的事情 那一点不加 毛泽东似乎预感到什么 10月27日 他给彭德怀发报 特地提醒 你们指挥所应移置安全地点 现在的位置不好 第二天 他的不安更加强烈 电报中透着交集 你们指挥所应塑建坚固的防空洞 并不容置疑的命令 立即修建 万物疏忽 然而 在很多军人豪迈的意识里 钻防空洞 似乎是一种表示胆怯的行为 他的提醒 也没有引起彭德怀必要的重视 而灾难总是在人们不经意时降临 白天是美军飞机的天下 部队只好业力行军 甚至连手电筒都被禁止开亮 有时司机实在看不清路 开了一下车灯 就让担心被暴露的愤怒士兵把车灯砸碎 摸黑走盘山公路的结果 是翻车成为家常便饭 汽车团有一条口号是 翻车不算事故 但有些翻车的后果却很严重 入朝第二天 三十八军军司令部就翻车了 这一翻车不要紧 把他们作战处战给砸死了 把他们司机要砸回来 把我们炮兵主任要砸得断了 在骨头要砸两斤来 第一次出国就出这么个事 所以那时候有个笑话就是 谁都怕家烦 大妈家不家烦吗 谁就怕家烦 就去这一翻翻翻翻 翻到三个就挖了蛋 就怕家烦 所以这么出的 当时我是跟着汽车队的 那时候埃达最有感受的 说这个已经感受到 白天走不了路 以后怎么办呢 全部变上晚上 早晨吃一顿饭 中午在山洞里吃饭 晚上吃完饭走人 行军 我们那时候不是夹着 只是耗着 什么原因啊 天一鸣 抓到防空洞了 天黑了出来了 你白天你说 没门 那你找倒霉 又找到给你打掉 那你没办法 这些在国内战争中 打出来的 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官兵 此时却发现自己 闯入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战场 因为必须依靠黑夜来掩护 他们称自己 只拥有月亮 联合国军大密度的空袭 令志远军在朝鲜战场上 步履为奸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不要说彭德怀了 就连远在北京的毛泽东 都是心机如焚 加急电报 一封接着一封 此时的志远军 太需要一个胜仗来扭转战局了 这个战局究竟该如何扭转 彭德怀名思苦想的作战计划 到底是什么呢 他如何排兵布阵 精心安排来痛击美军呢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 断刀朝鲜战场大逆转之 绝地反击